悟空一行人来到了炸面包山 他们要找的第六颗龙珠就在牛魔王的城堡里 但城堡周围被熊熊烈火包围 悟空本想架着金斗云从空中飞入 结果差点没把自己的尾巴给烧了 赶忙跳到河里灭火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牛魔王 乌龙背下的当场尿了哭 而悟空在听到布马的求救声后 立马一个撑竿跳前来救驾 双方当即展开战斗 悟空的灵巧走位让牛魔王的攻击都落了空 而牛魔王皮操肉厚的悟空拿他也没办法 在得知悟空的金斗云是从龟仙人那里得来后 牛魔王激动的直跺脚 自己的城堡终于有救了 而后又阴如意榜 与悟空的关系又更进一步 原来悟空的爷爷孙悟范是牛魔王的大师兄 他俩都是龟仙人的徒弟 牛魔王恳请悟空去找龟仙人借来芭蕉扇 扑灭炸面包山的火焰就自己的城堡 还让自己的女儿琪琪一同前往 与悟空一样 琪琪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可就在他爬上金斗云使用悟空的尾巴建立 导致悟空浑身无力摔了下去 原来尾巴是悟空的弱点 要是被人拽住就使不上镜 而这一幕恰好被躲在一旁的雅木茬看到 终于有办法对付悟空了 就这样 两人搭乘金斗云飞速赶往龟仙人的住所 飞行途中 悟空踢了踢琪琪的下盘确认了她是女孩子 没想到你小子看着老师手脚却这么不干净 给我下去吧 琪琪一脚把悟空踢下了金斗云 悟空的流氓行为让琪琪很生气 但她心里却害羞不已 事到如今也只能嫁给眼前这个少年了 在海豚的指引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龟仙人居住的小岛 见到了龟仙人 得知他们是来借芭蕉扇的 龟仙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只不过有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让自己与布马独处一会说说话 并且这是要跟琪琪保密 要是被她老爸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个色老头 那她一世的英明可就毁了 单纯的悟空想都没想当即就把布马给卖了 然而芭蕉扇被龟仙人拿来电锅 因为闲赃给扔掉了 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出马走一趟炸面包山 虽然龟仙人没法做金斗云 但她还有飞天龟 很快三人就抵达了炸面包山 见到自己的老师 牛魔王当即跪下磕头 但龟仙人更在乎的是与悟空的交易 得知悟空把自己给卖了 布马气得只咬牙 但不灭掉火就拿不到龙珠 只好答应龟仙人的无耻要求